为了围着北韩突显南海的自由航行权并帮总统川普的亚洲形状声势,美国海军最近动员三艘航母在太平洋进行了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武力展示行动。 然而,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王指出,这次劳实动众的军武秀可能要以牺牲海军的未来为代价。 美国海军航空部队司令修梅克Mike Shoemaker中将说,这次行动的花费金额十分庞大。 据华盛顿观察家报Washington Examiner报道,修梅克告诉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为了让卡尔文森号, USS Covinson, CVN70,尼米兹号, USS Limits, CVN68,以及罗斯福号, USS Theodore Roosevelt, CVN71航母今年1月6月和10月得以部署,并搭配任务所需的舰载机。 94架攻击战机必须往返两岸维修基地或是F-18飞行中队之间。 然而,战机在大幅频繁调动下,为执行部署任务的中队就没有战机可供训练。 修梅克指出这回危机驾驶眼前与未来经验的累积。 整体而言,修梅克对这次演习的评价机为负面。 他指出调拨的零组件数以百计或是干脆从其他战机上拆下。 来,好维修航母上的F-18舰载机,它并直沉。 这次任务不仅重创飞行中队的备战力,也大幅增加了维修人员不必要的工作负荷。 此外,为了完成这次任务,共有300名海军重新调派。 修梅克认为这会影响到美国海军留住人才的能力。 他说,川普可能还不了解这对美国海军造成伤害。 文中并指出,尽管美国为海军培养备战力的预算增加,相关需求也有增无减。 但川普口口声声说要强大海军的具体行动却尚未落实。 中时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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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